孩子发展慢 晴朗的周末早晨 妈妈推着婴儿车准备上街买菜 顺道遛小强 看得出来小强今天心情不错 一路上嘴就没停过 指着看到的所有东西 念出他们的名字 妈妈也被小强的笑容感染 愉快地附和着 这时街角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进去令爸妈闻风丧胆的邻居大婶 妈妈沉浸在与小强的对话中 想闪避已经来不及 大婶一个剑步上前 对起满脸的微笑 这就打开了画匣子 而小强面对大婶 突如其来的寒暄 浑然不觉 还在齿天化地 复习刚才所学的名词 大婶眉头一皱 发觉小强不单纯 一个两岁的孩子 不是早就该出口成章 唐诗三百首倒背如流了吗 怎么讲话还是这样 净说些花啊鸟啊的基础词汇呢 大婶义正言辞地告诉妈妈 他三叔的老婆的表哥的姨妈的孙子 八个月就会叫妈 两岁时已经会被九九成发表 小强这样学习太慢 将来可要输在起跑点 若是未来考不上好大学 找不到好工作 讨不到好老婆 那更是后悔末期 别人小孩都天才 我的小孩真的有那么笨吗 很多人都喜欢拿孩子的发展 来做比较 但是其实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进度 以下这些言论 其实都是不正确的观念 即使是发展超前的孩子 也有可能因为 他不能持续得到称赞而产生压力 所以我们应该避免羞辱式的比较 这会摧毁孩子的信心 旁边的人更不应该过度干扰 或质疑孩子的发展 以免造成父母跟孩子的压力 如果我们可以观察到 孩子在某些面向的确发展比较慢 我们可以在游戏或活动当中 加入相关能力的练习 不必要求孩子完美达成 让孩子在享受乐趣的同时 也能够获得成就感 关于孩子的发展里程资讯 爸爸妈妈可以在 国民健康署的网站取得 也可以咨询小儿科 神经科医师 或临床心理师 职能治疗师等相关人员 如果发现孩子确实有 发展迟缓的现象 那就要尽早带到医疗院所 进行咨询和评估 依据孩子的需求 接受不同专业的疗愈介入 孩子接受疗愈这件事 是提供孩子一个 适度发展的机会 爸爸妈妈只需要 平常心看待 并且提供孩子支持与鼓励 例如我每天 找一件事情来称赞孩子 增加孩子的信心 对孩子来说 就是最好的帮助 我是幼子医师 正向教养 用爱教出快乐的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